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也无法感受到生活的无奈 更无法感受到那几亿人的血泪 如今当我们再次翻起清末老照片时 我们终于了解了那个时代 那个时代下的国民的生存状态 在上一期文章中 我给大家介绍了清末八大美女的照片 今天小编要为大家继续介绍一下 清末八大丑女的真实照片 左边是电视剧中的嫔妃形象 而右边则是现实版的嫔妃形象 这是朴仪的妃子 淑妃文秀的照片 好像真的不是那么好看 这是清末的贵妇 不过为何长得有点丑清末的女人 仿佛都有一种病容 让人看到了那个贫若无奈麻木的中国左侧的 是光绪的妃子龙与皇后 右边的是影视剧中的龙与皇后 左边是光绪皇帝的妃 此右边也是光绪皇帝的妃子 二这差别实在是太大了 这就是清朝后宫妃子的真实写照 实在是让人大跌眼镜 这张图片是近代一百多年来最丑陋的一幅图片 代表着一个时代的虚拟 在很多影视剧中 我们常常看到清朝后宫的很多妃子如花似玉 比如甄嬛传等等 但实际上事实与我们想的恰恰相反 后宫的很多女人长相实在是一般般 所以有的专家曾经说终于理解皇帝的难处了 每天有处理不完的政务 而且回到后宫之后 还要看着这样一复复不堪落幕的面孔 实在是没有任何心情了 终于知道光绪皇帝即位三十四年 为何却没有留下一半女人 整个后宫除了甄妃 恐怕没有第二个女人能够让光绪皇帝动心了 而甄妃还受到了慈禧太后的疯狂挤兑 可怜的光绪皇帝宁肯绝后也不愿去接触其他女人 实在让人唏嘘不已 据宫里的太监说 光绪皇帝对龙与皇后十分反感 在大婚之夜 便与龙与皇后划清界限 告诉龙与皇后 自己只是把她当成姐姐来看待 后来光绪皇帝还时常以许孝龙与皇后为乐 光绪皇帝对龙与皇后厌恶至极 每次经过龙与皇后的住处时 光绪皇帝都要故意高声说话 目的就是要将正在休息的龙与皇后惊起来 她还让自己养得哈巴狗 在龙与皇后的窗户上大小便 龙与皇后虽然内心气愤至极 也无可奈何 光绪皇帝之所以厌恶龙与皇后 一方面是因为龙与皇后面向丑陋 弯腰驼背 另一方面是因为龙与皇后是慈禧太后的亲侄女 龙与皇后因为常常在慈禧太后面前告状 这惹得光绪皇帝非常愤怒 当然 对于宫廷这种地方 实际上并非长得漂亮 就能一步登天 对于后宫这种勾心都长的地方 长得漂亮很有可能会变成众人极最碾压的对象 而且皇家在选择皇后皇妃的过程中 不是要看面向的 尤其清朝的皇后皇妃大都长得 非常丰润饱满 因此那些小蛮腰式的绝带美人 在宫廷中不一定会受欢迎 其实皇宫中的皇帝也非常不容易 他们没有选择的权利 对于老百姓来说 他们是九五之尊 但是在爱情面前 他们只能亲自认知 往往遭到其他人的横家干涉 皇帝的私事也是国事 所以 他们并不自由 例如光绪皇帝在选妃时 明明选中的是真妃 慈禧太后却偏偏要将弯腰驼背 长相丑陋的龙与皇后许佩及她 光绪皇帝的心情可想而知 再比如末代皇帝溥仪选妃的过程 更是一波三者 自己选定的人选 往往会掀起轩然大波 实际上 皇帝的爱情 是各方利益平衡的一个结果 所以 大多数皇后和皇妃漂亮不到哪里去 这或许也是皇帝的最可悲之处吧 参考文献 青史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